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急轉直下 出現社區爆發 更加有大量源頭不明確診個案 為各階層各行業帶來重大打擊 本著關懷社會 全讓耶穌基督大愛精神 萬眾同心再抗嚴 會為各個群體祝福祈禱 願上帝的平安臨到每一個人 真是 危的付出 危的勇敢令者多花榮不符合 本港疫情稍有緩和 但是市民的防疫工作必須繼續堅持 不可以掉以輕心 市面上消毒清潔產品塌落滿目 成分各有不同 究竟如何選擇才是常測呢 消毒產品公司白欣子 市務總監林家慶、Will 和業務經理馮彥琦、Jacky 提供驗選提示 在疫情期間 大家都很注重防疫 漂白水、酒精消毒液 這些都不可免 我們在家裡使用這些消毒液的時候 我想現在人們每天都用了 有些人要注意什麼東西呢 使用的時候 其實酒精和漂白水都很廣泛 其實很多人在用 但是其實 當然它消毒殺菌都是平常好 但是有些要留意的 比如酒精 其實在坊間都經常聽到 會容易燃燃燒 而且如果小孩不小心用 譬如說它未揮發 當你馬上用酒精 就帶它吃東西進口 或者你搓眼的時候 很容易有過膜炎 是 是很危險的 另外漂白水也是比危險 漂白水雖然消毒很好 但如果在一個空間裡用 盡量人們要離開 如果聞得太多的話 對呼吸度會不好 所以用的時候是有鹹 但是要留意它的用法 是 如果家裡有寵物 你用了一些狗狗貓 它會到處舔 會不會有很多時候 有機會出事呢 其實是的 因為本身漂白水 它的濃度也很高 如果漂白水 如果我們棄息得不好 其實可能狗狗那些 它們都會很喜歡奶地下 其實可能也會對它們 那個身體不太好 如果我們選擇消毒液 最重要我們要注意哪些事項呢 在坊間有很多品種牌 剛才我們提到手精 其實漂白水也很有效 但那些方便一點 我們會推薦赤綠酸 赤綠酸的化學名稱是什麼 Hocl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提議 其實是有很多好處的 其實赤綠酸 因為它本身是很溫和的 很溫和 而且它是無色無味無臭的 所以其實使用的時候 瘦仔或者小孩 不會介意到味道 是安全的 是安全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它是很廣泛使用的 譬如說外國、日本 用它來做醫院的清潔 或者一些系統的消毒 再加上一些病人的傷口 或者一些潰爛 或者消炎都會用赤綠酸成分 幫忙做清潔或者做護理 再加上你說其實很多的機構 譬如是FDA 或者日本的厚生產 都是推薦它一個食品的消毒 的一個消毒成分 我怎麼知道 那一種消毒劑 是否能殺菌 或者是否能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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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坊間 很多消產品 消費者其實要選擇的時候 都很軟糯末末末 都不知道怎樣選擇 它實在說自己能殺菌 新冠病毒 其實普遍來說 我們都會教消費者 留意他們有沒有做一個 例如是LAP test 但在LAP test裏面 就算做了之後 其實我們都可以 藉著這個節目 我們都可以教消費者 怎樣去看這個檢驗報告 是 OK 因為消毒報告 其實都是可能它裡面用的病毒 可能是一般的冠狀病毒 所以懂得看報告是很重要的 嗯 那可以怎樣教我們看報告呢 其實報告都是來那幾個板斧 就是那幾個重點是要看一看的 我帶了一個例子過來 也可以大家看一看 其實如果你看這個報告 不是說就這樣拿到來看 可能很多牌子的網站有機會有 相對其實可能就放大看裡面的名勢 那幾點我都要大家看一看 第一個就是看那個測試的公司 即那個LAP是什麼公司 因為其實這個LAP的公司 是不是一個認可的公司 可能你可以去一些大的網站 或者是EPA EPA就是美國的環境保護局 當然有列表的 有列表的話 就是這個LAP其實是一個很有名望的LAP 另外要留意就是 你的產品是什麼公司出的產品 有一個公司名在 你看看檢驗方是誰 是不是跟你的產品是對的 如果對的話 你會看到同一個產品 有一樣重要的 就是我都要看那個日子 那個檢驗日期 因為其實很多病毒會變種 如果你是很多年前檢查的話 不代表它現在都是有效 所以要更新的報告是最重要的 其實怎樣才更新的呢 譬如說我一五年 那一定不行 當然不行 其實現在這個COVID-19 就最清楚 因為它是19年推出的 但19年剛推出的時候 就不是每個人都拿到病毒株去做測試 所以這個報告很新鮮 差不多應該是2月、3月左右做的 所以剛才很新鮮 拿到病毒立刻出這個報告 那還有什麼要看呢 當然你要看回 其實它驗那個病毒 是不是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報告正正是做了COVID-19 有些報告可能它不是寫這個 寫可能是COVID-19 冠狀病毒 就不是COVID-19的話 那它可能是說一個同情 就不是正正是這一種 還有沒有需要知道 我們都差不多 不過如果你說要看它的能力 它殺到怎樣才算是厲害 是呀 多少百分比呢 所以通常我都說99.9 是不是呢 其實這個報告正正做了 就是多於99.94%的殺菌力 那就是說它遇到這個新冠病毒 可以做到這個能力出來 好了 那麼小朋友在日常生活裡面 可以怎樣加強消毒方法 令他們安全一點 特別是寶寶 究竟可以怎樣呢 其實小朋友由他出生 到他成長的階段 其實他們那個免疫系統 都是一直一直這樣去表現的 其實尤其是小朋友 我們會建議他剛出生的時候 其實他不會觸碰任何東西 反而是一些要照顧他的人 那些就真的要做好一些清潔和消毒 但譬如當他去摸索期間的時候 他接觸的玩具 他玩的地方 我們都應該要做多些恆常的清潔 尤其是這段時間 即更加要勤力一點 但是當他可能再大一點 你又會帶他出去放電 那你去放電的地方 可能又不可以立即做到洗手 因為有些小朋友可能 他去公園的時候 他又想吃東西 你沒理由去他的遊樂場 那些東西都會消毒 是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帶一些小脂妝的消毒噴霧 或者濕紙巾之類的東西 令他在玩之前和之後 都做好手捕清潔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 他又會觸眼等等 這些就真的要小心 另外如果當他回學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都有一些消毒產品 可以讓他靠在書包那裡 我覺得這件事是要教育小朋友的 因為小朋友他們要知道 甚麼時候吃東西之前 即清潔雙手 你教了他 他也會知道要做 說到大人 大人上班、下班 去人多地方 公共交通工具 去工作、去工作、去工作 去買菜 怎樣加強防護呢 例如去買菜 我們接觸一些食品 例如有包裝的 我們最好都清潔雙手 弄一些消毒產品 另外如果上班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搭公共交通工具 我們當然不想觸碰一些副手 但如果觸碰了的時候 也盡量做好雙手的清潔 明白 我們覺得最高防禦都是自己的 這些都是輔助的產品 所以做好自己的洗手 戴口罩 不要亂檢游 最高防護是要做得最好 究竟有甚麼地方可以散佈病 反而我們沒有留意到 其實這個最主要 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 其實我們的鞋底真的很骯髒 因為我們每天走過的地方 我們看不到有些細菌病毒在 我們會走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很建議 觀眾們如果回家之前 真的要消毒清楚鞋底 還有我們用的八達通 因為很多時候 女性可能會放在人包裏 但男士就這樣刮就行 其實那些八達通 最好回家都是清潔它 還有鑰匙 其實家裡的門柄 我們都應該要小心清潔 因為開門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 當時的手要是否清潔 另外回到公司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共用電話 還有這些我們都覺得 應該要用之前 都要用之前和之後 最好現在在這時候都清潔它 另外其實之前坊間 也有很多報告都說 其實我們的電腦的鍵盤 是很骯髒的 所以我們都建議這些 真的要行常去做一些清潔 還有一個Mouse 另外最後就是洗手間 因為洗手間 你真的沒辦法 你都一定要去 今天上班的時候 這些共用的東西 尤其是特別共用的物件 我們都建議 真的觀眾去做好清潔 才用 或者用完之後 都清潔自己雙手 因為可能有時候 你又要擦眼 又要吃東西 身體 或者很多物件 我們可以消毒 但空間如何加強消毒 剛才說到很多都是一些物件 或者手上的消毒 其實就用這些噴露 已經可以了 其實這個刺毒孫 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可以 放在無化機上 用超聲波 打造一個很細微的分子 在空氣當中浮游 其實當它遇到細菌病毒 就會發生消毒作用 但這個無化機就要留意 當你用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了別人的品種 一定是原廠的機 跟原廠的水 否則有機會 你會破壞了這部機 有些人又喜歡香香的 又加些香油 香薰 但可能會令消毒效果降低 這個要很留意 而且如果你說無化機 我們會覺得 可能你不用經常開 其實可能你家裡早五晚 因為家裡不是經常有人回來 可能早五晚 每一個時候 十五至三十分鐘就足夠了 但如果人多的地方 譬如你在辦公室 商場的話 一些公司 可能會隔兩小時開一次 每一次半個小時 都足夠了 你們都關顧 真的不同的人 特別是公司人的心靈 其實在今年疫情 一、二月最嚴峻的期間 其實大家都很徬徨 去找超級產品 當然我們有能力的 可以自己去買 但其實在社會上 有很多弱勢社群 或者一些老人家 尤其是獨居老人 其實他們未必去 他們也不懂得去買消毒產品 或者他們也沒有能力去買 所以我們公司 其實當時 除了做生意之外 我們也捐了一批產品 去給一些寫歌機構 有些獨居老人 還有我們也捐了一些產品 去給教會 讓教會也可以 透過這個途徑 去派給一些 他們可能是一些無家可歸的人 也藉著希望 這件事可以祝福到其他人 另外我們也很感恩 我們其實在疫情之前 我們經常覺得消毒清潔 其實不只是大人 小朋友也要去做 但小朋友很難叫他洗手 你多說他也會煩 他多兩洗便離開 其實我們公司之前 也製作了一首歌 透過一首歌 希望小朋友容易上口 他們便會知道 原來我要清潔雙手 在甚麼情況下我要清潔雙手 一起來聽聽聽天國小孩子 在抗疫當中 一首很美麗的歌 有研究發現 新冠病毒在空氣不流通的環境下 有可能發生機會性空氣傳播 新來的冷氣通風系統的衛生情況 究竟是怎樣 最嚴重的見過 是在冷氣機裡面 拆了隔壁網 然後再看那部冷氣機 因為有塵有水 是有一排的蘑菇生出來的 你說真的嗎 想涼快又健康 清潔冷氣機有備方 休息回來 繼續萬眾同心再抗炎 在想涼快又健康 明明天就行 1月2日 2月3日 3月4日 12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